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早很早以前有一本书叫《小妇人》 看起来觉得好好啊 你看看这姊妹几个多好啊 爸爸妈妈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看今天的社会里头 好像这个家庭的这个磐石慢慢地松垮了 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感觉 好像逢年过节遇到特别的事 大家聚在一起 未必都是心连心 不再像是从前了 从前在中国来讲的话 这个兄弟之情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 好像这个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很好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再想想看 兄弟姐妹感情好是一件事 但是是与非还是要清楚 不能因为这个哥哥现在赚钱 要拉着我们一起做的是非法的事情 这么最后兄弟姐妹 好真的好像很有感情 联络了一起 大家做的都是不对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兄弟姐妹情啊 是一个同胞的情感 那么这种情感呢 维系着是让上一代觉得很快乐 让下一代看来我们是好榜样 但是如果做一些事情 不是一个对的事情 就算你再好的感情 为的目的是一个利 是一个欲 那我觉得我们自己好好想想看 不能够给孩子们做坏榜样 对上一代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正常的交代 人都希望自己很富裕 很发财 很好各方面都没有缺乏 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这样 有一些事情不见得都能做得到 但是在做不到的情况之下 我们自己还是要维持着有节制 该做的做 不可以做的拒绝做 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 好好的维护正常的一个感情啊 我想这个家庭中间 必然会觉得温暖 就算是冬天 就算是你家里头 感觉很冷 大家穿着衣服 还觉得很冷的时候 你仍然觉得心里头 是暖洋洋的 上帝赐福你跟你的家人 如果你是谁 还是女人 我们的婚礼 是